除夕围炉大团圆 这年夜饭吃得好 全年运势旺 但民俗专家提醒 千万别触犯禁忌 怕会穷整年 想要年年有余 首先得注意 年夜饭不能吃光 尤其鱼头鱼尾不能动 鱼头鱼尾 你不可以把它掐掉 尽量只吃中央的鱼肉 我们做任何事情 希望在新来年里头 能够有头有尾 过年期间吃的鱼 尽量尾巴要大 如果有鱼鳞的时候 那鱼鳞片也要比较大 主要是鱼鳞片很像银两 又发量 就象征有钱 民俗专家说 最好能在年夜饭之前 就洗完澡 尤其在初一 千万不能洗头或洗澡 初一初二 也别洗衣打扫 头发跟发音跟发 会有点关系 所以按时你这个时候 把头发给洗了以后 这一整年就要不容易发 大年初一初二 因为是水娘娘的生日 水深的生日 所以通常也不洗衣服 到了初三要开始打扫 记得也要由外网内 把财气给收进家里来 专家提醒要特别注意 新年开始的大年初一 尽量别吃稀饭 原因是这样 过年期间别骂小孩 否则一整年会影响 自己和孩子的运势 除夕晚上要守岁 祈求父母延年益寿 也千万记得不要关灯 象征为家里点上一盏光明灯 最重要的是年初一到初五 专家说这件事千万别做 也尽量不要去剪头发 或者是修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在剪头发 也会把我们的寿命剪短 过年经济要注意 别意外踩到雷 才能开开心心过整年 记住黄铭君陈一荣 太别报道